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我们从第十二节念到第二十七节 大家听我来念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十二节到二十七节 就如生子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 人是一个生子 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西利尼人 是慰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生子圆不是一个肢体 乃是许多肢体 摄若脚说 我不是手 所以不属乎生子 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生子 摄若耳说 我不是眼 所以不属乎生子 他也不能因此 就不属乎生子 若全身是也 从哪里听生呢 若全身是耳 从哪里闻味呢 但如今 神随自己的意思 把肢体 聚各安排在身上 若都是一个肢体 生子在哪里呢 但如今 肢体是多的 生子却是一个 眼不能对手说 我用不着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 生上肢体 人以味软弱的 更是不可守的 生上肢体 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越发给它 加上体面 不均美的 越发得着均美 我们均美的肢体 自然用不着装色 但神配搭这身子 把加倍的体面 给那有缺欠的肢体 免得身上 分门别类 总要肢体 彼此相顾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 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的荣耀 所有的肢体 就一同快乐 你们就是基督的生子 并且各自做肢体 我记得每当我出去 坐火车的时候 常常因为 在火车上的时间长 跟坐在旁边的人 就会彼此谈话 谈话的中间 往往最一开始 大家都会问 你是做什么的 当人家问我 做什么的 我常常就说 我是做教会工作的 大多数的人 听了这个话都不懂 什么叫教会工作 什么是教会 有一次有一个人 还问是不是教育 教育卫生 因为他看我 可能像老师了 所以他说 教会是不是教育卫生了 这样呢 我就有机会 可以跟他解释 教会是什么 信耶稣的 我说有的时候 弟兄姊妹 我们有没有想过 教会这两个字 确实到底是什么意思 怎么会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一讲教会 我们都懂 什么叫教会 但实际上 我们说 教会成了一个 专门的名词 为什么要用 这两个字呢 我也一直在想 我也没有找到 一个典故 就是说是 当初最早 把它称作教会的 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字 很可能 那是指着一些 信教人的会 对不对 我们这些人 过去都叫做信教 那么信教了 就是组成的一个大会 或者是一个什么 协会 委员会之类 今天我们说 其实在圣经里面 我们知道 教会的这个字 我们用翻译的 如果更加精确的话 也有的人 是用这个字 叫做召会 召出来的座 选召出来的 圆文的意思 很简单 就是一群 选召出来的人 那么这个意思呢 最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 那是在 使徒行传 这个意思呢 就写得很明显 使徒行传 第十五章 第四节 第十四节 使徒行传 第十五章 第十四节 当时耶路撒冷 召开大会的时候 雅各 他在讲到 关于教会的 这一个事情 特别是讲到 外邦教会 他就有做了 这样的一个 注解 使徒行传 第十五章 第十四节 方才西蒙 述硕硕 省当初 怎样 眷顾外邦人 从他们中间 选取百姓 归于 自己的名下 这一句话 就是教会的意思 从他们中间 选取百姓 归于 自己的名下 什么叫 教会 他原文的意思 就是 选招出来 归在 神名下 当然我们说 这一个是要 讲到神的教会 那就是 归在神的名下的 这么样的一群人 教会的意思 就是 选招出来的 一群人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首先要明白 什么叫教会 我们自己 有的时候 也搞不清楚 当然我想我们不会说 那是一个教育 卫生的组织 但是往往 有些弟兄姊妹 也只是以为 什么叫教会呢 是不是一个教堂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 组织 那么是不是有这么一个 礼拜的地方 我们说 其实这些都不是的 教会 其实是指着一群人 这群人 是特别选招出来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这是神所选招的 所以 那是神选招出来 归他自己的一群人 当我们明白 什么叫教会了 至少我们也懂得 我们的身份了 我们今天都是 神所呼召出来的 是特别神选招出来 归他自己的 所以有的把教会喜欢 叫做召会 那么也有的说 这是叫做 有一个 这个中派组织 叫做神召会 其实这个名称 倒是很好的 那就是说 这一个教会是什么 神呼召 选招出来的这群人 神召会 当然弟兄姊妹 我们用惯了教会 我们也没有必要 现在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们大家就不叫教会了 以后我们大家就叫召会 有愿意叫召会的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呢 我们说 既然用惯了教会 大家已经懂得这个道理 才是更重要的 懂得这个道理 才是更重要的 那么今天我们说 到底我们这些人 被召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我们再看一处圣经 那是在罗马书第三章 罗马书第三章 我们念第一第二节 这样说来 犹太人有什么长处 个里有什么益处呢 凡事大有好处 第一 是神的圣言 交托他们 这里的他们 当然很明显 是指着犹太人说的 神的圣言 交托给犹太人 原来犹太人 那是神从列国中 选出来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都知道 那是选出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后来成为国家 那是神所拣选的 常常我们也说 犹太 以色列国 早晚在神的安排和旨意里 要成为列国之首 这个列国之首 不一定是指他最强大 而是指他要做一个带头的作用 什么带头的作用呢 把列国的人都带来 一同敬拜神 他应当要起到这个作用 所以在圣经里面 我们知道 在以色列人的时候 神最恨的是什么 以色列人不但不能 把别国的人带来敬拜神 他自己还给别国的人 带去敬拜偶像 这个方向搞反了 这是我们的神最记恨的事情 因为我们说 以色列人 他们没有能够完成 他们的使命 神的圣言 托付他们 是希望他们在列国中 见证神的话 传扬神的话 结果呢 他们不但没有见证神的话 传扬神的话 还跟了列国而去 去见证他们偶像的话 去随从他们的偶像 你说这是使我们的神 多么失望 多么伤心 我们都记得 耶稣讲过一个比喻 那个凶恶元户的比喻 一个人 有一个葡萄园 把他租给元户 到了时候需要 要这个元户 是要浇果汁的 结果 打发仆人 去收果汁 这些仆人 或者给打 或者挨骂 或者给赶出去 最后那个元户说 我有一个儿子 让我的儿子 去收猪吧 大概他们应该 要尊重我的儿子 结果想不到 把他的儿子都杀了 我们都知道 耶稣讲的 那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那个儿子 就是耶稣基督 最后要被他们杀死 而这个元户是谁 那些以色列人 当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 那些听的人都说 哇 这是万不可的 就说像这么坏的元户 那连我们也少看见了 那么耶稣就问他们 该怎么办呢 那么这些人就说了 应该要把这个元户除掉 要把这个葡萄园怎么样 另外诸给 能按时候 浇果汁的新元户 弟兄姊妹 我们说这个比喻 跟我们有没有关系 这个比喻虽然说 好像是在指责的一些 以色列人 因为那时候 这个旧的元户 很明显就是 指责这些以色列人 神把元户 把那个葡萄园 租给他 是要他按时交果子的 神把犹太 以色列人 拣选出来 目的是要这些人 在万民中 为神做见证 要把列国的人 带来一同敬拜神 结果这些人 还自己随着 这些外邦人而去 打发来的天使 教训他们 提醒他们 或者挨打 或者给赶走 甚至于有被杀的 当最后 这位元主 就是我们的神 打发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来收猪的时候 这些人没有悔改 把那个儿子杀了 以后确实 这个葡萄园 不能再交给 这些元户了 太坏了 要租给另外新的元户 新的元户是谁啊 大家都懂了 新的元户就是教会 那时候不再是 给一个国家了 那就是给这些人了 教会不是一个人 不是某一个国家 不是某一个民主 而是从万国万民中间 神选招出来的这群人 这群人 那是神特别拣选的 拣选了干嘛 把葡萄园租给他们 今天弟兄姊妹 你知不知道 我们教会 就是那个成租者 我们租了神的葡萄园了 那么我们说 这些人当时都说了 万不可如此 这个主人应该要把 那个葡萄园把那些人杀了 然后把那个葡萄园 拿回来 另外租给那些什么 能按时交果子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已经是园固了 问题是我们按时交果子了 没有 我们是不是跟那个凶物的园固一样 我们是把葡萄园占了 把那些果子自己吃了 而没有把那个果子交给神 还是我们能够像 这里面所说的 另外租给的那个新的元户 他是要按时后交果子的 这是我们这些教会被选招出来的目的 我们选招出来 神要我们按时后交果子 那么我们都知道果子是什么 今天我们奉主的名所做的一切工作 得到的一切的果效 那就是我们的果子 今天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 那就是我们的果子 今天我们带人来相信耶稣 我们就是在为主接果子 我们到底现在教会为主做了多少 带了多少人信耶稣 这些就是我们到时要交的果子 我们也千万不要像那个凶恶的元户那样 到了时候交不出果子来 不但交不出果子 而且还要把那一些死者杀了 今天我们说 神有一天确确实实 那些凶恶的元户 是要受到惩罚的 那么今天我盼望我们教会 什么叫教会 我们就懂了 神把我们选招出来 不是因为你漂亮 不是因为你了不起 而是因为今天 神在你的身上有使命 这一个使命当初原来是交给以色列人的 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完成 所以我们说 我们这些野知子给接上去了 我们这些原来无分的外邦人 我们到今天成了教会的主体 虽然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是不分以色列人 西伯来人和希腊人 希利尼人 我们说其实这个地方用希腊这个字 现在的翻译并不那么合适 其实这个字应该是希腊文化下的人 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当时的文化是由希腊文化统治 所以当时罗马人除了把自己称作罗马人以外 其他的人都叫做希腊尼人 也就是希腊人 意思就是什么 希腊文化下的 今天所有的外邦人统称就是希腊尼人 也就是希腊人 也就是希腊文化下的人 当然我们现在是中国文化 不是希腊文化 但在圣经里面把这些都归在一起 属于外邦人的都是这样 今天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是不分犹太人外邦人 但是也确确实实外邦人为主 外邦人是占决到多数 今天的那个圆户是以外邦教会为主 我们到底有没有把这些国资按时的交给神 这是我们的使命 神呼召我们 神选招我们的目的就在这里 当我们明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该怎样的成为一个和神心意的教会 那么刚才我们念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这是每当我们要讲到教会的真理的时候 我们难免都会要用到的一段经文 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 他把教会看作是一个圣体 而这个教会也仍然是一群人 这群人也就是神特别选招出来的 我们说这群人在这个教会的里面 我们相互之间我们都是一个肢体 肢体就好像是身体上的某一个部分 当所有的肢体能够把它组成在一起 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身体 而如果说所有的肢体把它分开来的话 那就好像是成了一个独立的孤独的肢体 今天我想我们很多人骑自行车 我年轻的时候是天天骑自行车的 自己也会搞自行车 这个一个自行车把它拆开 就成了一大堆的零件 然后我自己就会把它一个一个的 再把它装起来 当然如果你装错了 你就装不好 只要按照各自的部位 把它一样一样的装起来 就是一个完整的自行车 把它拆开 没有自行车了 那就只是一个一个的零件 今天我们的肢体和身体的关系 就好像是这样 我们肢体就好像是这么一个零件 而这一个身体就好像是一个完整的自行车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自行车那是一个机器的 肢戒的 没有生命的 而身体我们知道那是有生命的 肢体本身不能有生命 虽然我们说有的时候 我们把一个人的身上的某一个部分弄下来 我们也说他还可能是活的 因为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把它接上去 但是时间长不了 很快他就死掉了 所谓的活就是还没死透 不是他本身单单有生命 在我们身上我们只有这么一个生命 如果有的时候在机器啊 操作机器不当心一个手砍断了 我们说在这个手里面没有你的生命 你这个生命还在你这个里面 还是在你的这个生子里面 今天我们说 我们教会是一个生子 为什么不讲是一辆自行车呢 就是因为教会是有生命的 这一个生命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是头 是元首 而且耶稣是生命 是教会的生命 没有耶稣基督 我们说这个教会 就是没有生命的教会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如果说一个人 我们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我们里面都有生命 当我们大家在一起 我们觉得很亲热 我们大家都觉得彼此 都是那么样的美好 如果说今天在我们中间 有一个没有生命的人 那就是什么 我不是讲属灵生命 真的肉身没有生命的人 那就是成了一个死人 一个死人放在我们中间 那我们会觉得蛮可怕的 而且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死人还要发臭 今天我们说 生命是我们说 一个身体必须的内容 要不然的话 那是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而且这个身体很快就要腐烂了 今天我们不讲教会是脚达车 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神志 基督的神志 也就是说 基督是元首 基督是生命 当然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都是其上的一个肢体 我们都离不开我们的主耶稣 今天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就没有这个生命 没有这个生命 我们就是一堆烂肉 那就是会腐烂 那就是很可怕 那就是会发出臭味 必须要有生命的这个身体 那才是一个活的人 那才是有生命的 而且他会成长 他能够做出各样的事情来 这一切都跟生命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要记得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说 如果没有基督做我们的生命 没有基督在教会里面找权 这一个教会可能只顺了一个外貌 一个教堂可以造得很高大 可以造得很豪华漂亮 但是在这个里面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 那只是一个教堂建筑 现在在世界上 有许多古老的教堂建筑 非常漂亮 但是这些就已经成了一个古籍 成了人参观的地方 在实际的教会的使用上面 价值就不那么大 可能很大的教堂 做礼拜可能人数很少 在那个里面 因为我们说 只是注意了外貌 形势 而没有能够注意到 基督事事处处 做我们的元首 耶稣基督不能做元首 不能找权 不能做王 也就是没有生命 今天我们的教会 不在乎外貌的高大 也不在乎我们组织的严密 我们最要紧的 那就是要有基督做元首 在我们中间做王 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就是要讨神的喜悦 今天我们说 真因为这是身体 他的成长 我们要记得 必须是生命的成长 我们说今天 一个人太瘦了 要胖一点 我们都知道 那就要叫他吃得好一点 吃得多一点 吃下去以后 长出来的肉 才是长在你身上 如果今天说 我们要快一点 简单一点 人太瘦了 你去买五斤猪肉来 背在他的身上 我们说 这不是叫人长胖 这个肉在他的身上 还是负担了 成了重担了 而且跟他实际上 是没关系的 硬夹在他身上 要叫他背在身上 但是一个人 长出五斤肉来不一样 今天我吃得好一点了 过一段时间了 我一称体重 我中了五磅了 中了五斤了 我们说这个时候 那这个才是真正你的成长 真正的长大 我们知道 那是从生命里面 长出来的 虽然也是你可能 吃了不止五斤肉了 但是你长出来的 才是真正是你的 所以我们这个也懂得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 我们是长出来的 我们是不是参加组织 有的人以为 我们今天 我们要参加教会 我们来参加一个教会组织 也有的人 觉得信耶稣的道理非常好 但是呢 怎么都不肯相信 什么原因呢 就怕搞错了 不要参加了一个反动组织了 以后就多麻烦了 他以为相信耶稣 是在参加组织 那么对这个组织 还不够了解 可能这个组织不那么好 这个组织里面 有这个什么问题 那我参加了 不是我自惹麻烦吗 我们要记得 我们今天相信耶稣 我们不是参加任何的组织 今天我们是长在这个教会里面 这个五金肉是长出来的 这个肢体是从身上长出来的 加上去的那一个 不是真正属于这个身体的 可以加一个肢体 一个人断了一个脚 常常我们看见 有那个叫一肢 那就是说假的 一个脚装上去 有了这个假的脚 它走路要方便很多 要不然的话走路不方便 但是这个假的脚 不能说就是它的脚 我们人没有办法 螃蟹有办法 螃蟹的脚断了 它自己还会长出来的 如果人也是这样会长了 那倒好难 很多人它这个脚就长了 但是今天我们说 人是长不出来的 螃蟹它的生命有这个本事 我们没有 今天我们说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长的 那要通过我们的生命长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在参加一个组织 教会不是一个组织 让我们来参加的 教会是一个身体 而且这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 今天不是由的什么人掌权 我认为这个人可以参加 他就参加 那个人不可以那就不可以 要经过什么人的审查 今天我们说这个教会 是根据生命的 在这一个基督的生命里面 我们说这一个教会 它自然的就升到 这一个教会里面来 在这个教会里面成长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不是用任何人的方法 我们来组织这么一个教会 今天所以我们说 我们看到有些教会 他们要发展 他们注意的是外面 外面的 他们忽略了神的话 他们没有基督在里面做头 在基督在里面掌权 以至于没有基督的生命 这样的教会在外面可以很繁盛 人数也可以很多 好像也很活跃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一些都只是外面的 这一些并不能够持久 而且这一些对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来说 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 因为全是忙了外面的东西 外面可以闹搞搞得轰轰烈烈 好像很热闹 今天我们说每当圣诞节的时候 教会都比较热闹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 如果利用这样的机会 我们传福音 把那些平时不到教会来的人 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的信息 让他们能够来相信耶稣 我们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最好的方法 但是如果只是说要庆祝圣诞 大家这么热闹一下 我们说过去了 也就过去了 这样的热闹 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 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今天我们不要是忙着外面的 今天我们是在教会的里面 这是一个有生命的肢体的联合 而且我们也知道 这一个肢体的联合 相互之间 必须要有正确的配搭 今天绝对不能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们每一个人 必须在教会里面 要认识我们自己的地位 我们自己的作用 圣灵给我们什么恩赐 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 才能够发挥我们当作的功用 今天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每一个肢体 都必须是要很协调的 联络的合适的 今天我这个手 我一定要知道 我这个手是做什么的 我们都知道 当我们要拿东西的时候 我们这两个手会配合 一个手拿不动 第二个手会来帮忙 这在我们里面 已经很自然的协调配合了 两个手不够 有的时候 我们的脚都会来帮忙 这是很自然的 今天当我们要走路的时候 很自然是 我们的脚会走路的 今天我们说 脚不能罢工 说让我们的手来走路吧 那不行了 每一个肢体 在自己的位置 能够认识到 我自己的作用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听过一个故事 这个说身上的肢体打架了 大家闹不和睦了 那个鼻子就罢工了 就说为什么 你这个眼睛看不清楚 要我这个鼻子 来架这副眼睛 那这个不是叫我 背中弹吗 所以呢 他就罢工 不愿意给那个 这个眼睛架在他的鼻子上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 眼睛不戴了 对我们的戴眼睛的人来说 看不清楚了 看不清楚了 走路一碰 首先碰痛的是什么 首先碰痛的 就是自己的鼻子 所以我们说 从这个很简单的 一个小故事里面 我们就懂得 我们必须要相互的配搭 你不要觉得好像 哎呀 你看这个不是给我重担吗 今天这个鼻子 架着这个眼睛 有一点重担 但是我们说 对你鼻子自己 有没有好处啊 大有处 免得你首先自己给碰痛 今天眼睛就负责着 要看着 不要走路 走到墙的地方了 要走在 不要碰的地方 那么眼睛 他看不清楚 就需要加眼睛 我们说 整个的这些 都需要配合起来 所以刚才我们所念的 这一段圣经 其实 哥林多前述第十二章 也就是告诉我们 这一个道理 眼睛不要看不惯手 手不要看不惯脚 今天我们说 在教会里面 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弟兄姊妹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点 自己的想法 都有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们说我们应该是 彼此包容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即使在教会的四宫中 我们应该看到 这不是我们的工作 这是神的工作 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 今天我们没有一个 能够做头段 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都是生殖里面的 一个肢体 每一个肢体的功用 是不一样 但是这些功用 相互要配搭 而且一定要配搭的好 绝对今天不能 我说我觉得 这个手很有用处 我要多一个手 我们手只能两个 三个手就不是人 四个脚就不是人 今天我们说 人就是由人自己 该成为的样式 这是神所达配的 神所定的 在教会里面 常常年轻的 会觉得年老的磨叽层层 年老的会觉得年轻的 冒冒事实 我们说其实 神把我们配搭在一起 这个你看 约翰一书你去看 好几处地方 他都说什么 少年人哪 怎么样怎么样 我写信给你们 虽然他这里面 没有说老年人 但后面也是说到 又写信给教会 一般的弟兄之类 那就是一般的成年人 我们说不同的年龄 我们大家配合在一起 可以让这个教会 也是成长得更好 今天每一个肢体 在身上都有自己的功用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首先要认识 神给我们的功用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能够相互配搭起来 把神的事工就做得更好 相互之间能够帮助 能够配搭 我想这方面 我们可以再看一处圣经 那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摆接各阿各自 造着各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在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 今天所有彼此做肢体的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全身都要靠谁联络得合适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要连于元首耶稣基督 今天在一个教会里面 没有什么人是元首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才是头 才是元首 然后在这个里面 我们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有不同的职份 我们有不同的工作 我们也从圣灵得到不同的恩赐 我们承认在一个教会的里面 责任有大小 我常常喜欢举的例子 那就是好像在一个家里面 大儿子 大女儿 她的责任总是大一点 因为她年龄大 做爸爸妈妈的有什么事情 总是先吩咐她 然后叫她去帮助弟弟妹妹 今天如果说弟弟妹妹做错了 做哥哥姐姐的还得要受责备 因为弟弟妹妹年幼无知 你做哥哥姐姐的没带好 但是这不等于说 做父母的就让哥哥姐姐 可以任意的去发号使命 今天我们说做哥哥姐姐的 应该是要帮助弟弟妹妹 要带好弟弟妹妹 要教导弟弟妹妹 要关心弟弟妹妹 而不是要去瞎制 要去领导 在家庭里面没有什么领导的事情 哥哥姐姐不是代替父母 只是受父母的嘱托 有更多的责任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的责任 确实不是一样大小 有的负的责任大一点 这负的责任大一点 不是权大了 我就可以有责有权 我就可以任意枉为 可以随意的来支配 今天我们说 越是今天责任大的 越要想到 将来有一天 我们要交的账也多 神问我们要的也多 今天我们也不需要 有些弟兄姊妹觉得 我在教会里面 无着轻重 今天我们相信 神给我们的不那么多 神对我们的要求 也不那么大 但是一定有你自己的作用 千万不要像 那个一千两的 因为少了 人家五千两 二千两 我只有一千两 所以人家去做吧 我这一千两 太少了就不做了 埋在地下 将来我们说 我们的主还得要问你 他不会要你拿五千两 但是他会问你要 那个一千两 你一千两的 也得要按照一千两的去做 你不一定需要做到 像五千两这样 今天神给我们 每一个人的恩赐 是有大小 在教会里面 我常常觉得 最大的问题 就是恩赐大的 看不起恩赐小的 恩赐小的 妒忌恩赐大的 我们说这样一来以后 我们说有了妒忌了 结果就会产生很多的造谣 毁谤 诬陷 因为看不起了 至高至大 狂妄 我们说这些情况也都发生 问题都在这里 所以我们的神也很难 给你五千两 又怕你狂妄之大 给你一千两 又怕你自卑 然后呢 就妒忌别人 我们说到底要神给你多少 有的人说二千两 我们中国人向来主张 忠勇之道 也不要出头 对不对 也不要太差 中间那就不会错 那些中间的人 我们说现在都社会上 也是知道 不肯力争上游了 没有一个追求的心 能够得过且过 我们说这些都是 今天我们说 神按照我们个人的才干 给我们不同的银两 但是结果呢 不同的银两 还发生了不同的问题 我们自己应当认识到 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 我们是要跟弟兄姊妹 一起配搭的 五千两跟一千两 也是配搭的 年长的跟年幽的 也是配搭的 生命丰盛的 跟生命比较幼嫩的 也是要配搭的 所以不要相互看不起 对不对 在刚才我们念的那段圣经里面 你不要看不惯 觉得这个不均美 我们说 但是你看为不均美 今天我们的神 从来不会看为 他自己的儿女不均美的 每一个做父母的 看自己的孩子 都是觉得好看的 都是最漂亮的 人家的孩子 能够像自己孩子一样 他觉得很不错了 可能别人看你的孩子 并不那么漂亮 但是做父母的 都是很漂亮的 今天在神的眼中 他的肢体没有不漂亮的 没有不俊美的 只是你认为不俊美的 因为你认为不俊美的 成怎么样 更加倍地祝福他 今天我们彼此之间 不要看不惯 我们应当彼此包容 彼此在一起 我常常说 基本的信仰 我们是没什么可以妥协 但是好些做法上 一些小的问题 我们应当要有宽容的心 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知道 唱诗的形式 现在有很大的不同 有的是喜欢又唱又跳的 有的是喜欢 比较安安静静的 用了诗歌 也有很大的不同 有的是喜欢用 这样的一些 比较新的 属于灵歌一类的歌曲 有的是喜欢用一些 传统的那一些诗歌 我们说我们 怎么样的用 问题都不大 只要这些诗歌的内容 没有违背真理 应该都是可以的 你喜欢唱哪一类的诗歌 应该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大家应该是包容的 在追求的形式上 我们说你只要不造成混乱 稍微比较气风 要造成热烈一点 那没有什么不好的 但是我们说 也不要太过于动感情 以至于到了时候 连自己都安静不下来 我们说在领受神话语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思想 会安定不下来的 所以我们说 要紧的是你要看 怎么样能够使自己 真正得造就 今天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 但是这些不同 应当彼此包容 彼此接纳 在一个大的城市里面 我们知道 总是有很多的聚会点 几百个上千个 我们说我们从来没有要求 把所有的这些聚会点 都联合起来成为一个 事实上真的有这么大的地方 成为一个聚会点来聚会 不一定达到好的效果 因为在这么几万个人里面 可能个人的要求不一样 如果我们的每个人的 自己的家庭的那一些 出生不一样 文化程度不一样 生活习惯不一样 在追求的上面 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个大城市里面 有不同的一些聚会点 每一个聚会点都会吸引一些 某一方面的人 有的地方是吸引了一些青年人 有的地方是吸引了一些专业人士 有的地方是吸引了一些商人 有的地方是吸引了一些打工的人 我们说这些在主的里面 我们都是一样的 谁都不要看不起谁 我们说不同的这一生活 背景和出生 大家在一起在追求的时候 会比较方便 也比较能够容易得帮助 这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你不要因此就把这个 成为身体里面的一个独立王国 在身体里面不能有独立王国 所有的肢体都是连于元首基督 只要是连于元首基督 以基督做我们生命的 都是我们的肢体 不要求在具体的聚会事工上 都在一起 这是办不到的 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要同心 这个同心不一定就是说 他的事情我都去管 但是至少 我他们的事情 我们也是一样关心 我们也是一样的支持 只要是做主的事工 应该都是同心的配搭的 可以配搭互助的地方更好 没有怎么可以配搭的 各做各的 不等于就不能同心 我们彼此的关心 彼此的带导 彼此的相爱 这是不应该受影响的 我们都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 我们因为都连于同一个元首 我们有同一位主 有同一个生命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不但我们教会是像一个身体 在身体里面我们各个肢体相互要配搭 我们相互不要相互看不起 要相互的能够在一起 而且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 今天教会那就是神的家 再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我们念第一节第二节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 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这个家是单数 父有几个家 就连我们的父神他只有一个家 我们的父神他不能有很多家 但是我们的神有很多住处 今天我们说一个有钱的人 他只能有一个家 但他可以有很多住处 今天他有钱 到冬天他在南方买一个房子 他就到南方去住了 在夏天他在北方买一个房子 他又回到北方来住 他高兴在海边 他在海边买一个房子 有他的别墅 他喜欢在山上 他在山上也可以买他的别墅 住处有许多 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有两个家 他往往他就是一直指什么 这一个人就是有两个老婆 对不对 就变了有两个家了 那就不正常了 今天我们的神也是这样 在我父的家里住处可以许多 家没有很多的 家只有一个 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教会 我们各自做自己的事工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地方的教会 我们说这些都是住处 这些不是神的家 但是这些住处都属于同一位神的家 都在同一个家里面 今天我们不管是在哪里的 我们今天在一起 可能我们平时我们并不在一起的 我们个人有自己聚会的地方 也就是按照这里说的 我们个人有自己的住处 然而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住处 却属于同一个家 这一个家就是我们神的家 在这个家里面 神是主人 所以我们常常说 基督是我家之主 不管是我们住的家 也是教会这个家 今天我们说 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 这是同一个家 不能说你是神这一家的 我是神那一家 神是独一的真神 家只有这么一个 住处可以有许多 今天地球姊妹 每一个我们相信主的人 我们都是生在这个家里 所以我刚才有说 教会不是组织 教会不能参加的 因为我们知道参加了 你还可以不参加 参加一个组织 我可以不要再参加这个组织 脱离这个组织 今天我们说 我们是生在这个家里面 生在这个家里面 那是由你的生命决定 你不能看人家 对面的那家人家有钱 哎呀我就到那家人家 去做他家的孩子 你不能到他们那家 做孩子 因为你不是那一家的父母 生下来 你就是这一家的生下来的 因为是这一家父母生下来 这家父母生下来的 你就是这一家的孩子 你不愿意也不行 你这个生命决定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每一个人 在教会里面 不是来参加教会 我们是生在这个教会的里面 这个生我们都知道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重生了 当我们重生的时候 就从圣灵而生 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 这一个新的生命 就是神家的生命 这一个生命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也就是基督做我们的生命 我们得到的是神家的生命 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 你得到的是张家的生命 你就是张家的人 对不对 你父母姓张 你得到的是张家的生命 那是指人间人的一个生命 人生来说的 今天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 我们得到的是神家的生命 我们那就是属神家的人 我们就是在神的家里 所以今天我们说 不管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的里面 我们说往往有的时候 有纷争嫉妒 今天我们说 是不是属于这家的人 不是由任何人来决定的 那是今天 由你自己的生命来决定的 今天我们说 在一个家的里面 一定有一个家长 我们也知道 教会 我们的家长 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一切都要尊主为大 尊主为圣 今天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每一个家有自己的家教 今天我们出去 我们不要忘记了 我们是哪家的孩子 今天一个人在外面做了坏事了 人家可能也问 这是哪家的孩子 因为为什么 这个倒霉 连那个家一起倒霉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在外面 我们做错了事情 我们说 我们羞辱属的名 因为我们是主家的孩子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不要忘记了 我们是生在神的家里 教会就是神的家 这一个教会 并不是什么我们 甚至于还不是我们中国的教会 这我们把这个叫做普世教会 这个普世教会就是 不管是中国的 是外国的 是现代的 是从前的 从教会成立到今天 都在这同一个教会 在这一个家里面 弟兄姊妹 保罗也在 彼得也在 所有我们的前辈 他们都在 中国的外国的 都在同一个家里面 所以这也是 今天我们讲 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并不分国界 我们弟兄姊妹 彼此交通来往 我们并不分国界 都在同一个神的家里面 我们都是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说 当我们明白了 教会是神的家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今天是 生在神的家里 不是在参加任何的组织 受洗不是入教仪式 很多人把受洗 当作入教仪式 受洗是我们看见 和主同埋葬 同复活的一个经历 那是记载在 罗马书第六章里面 今天我们受洗 是表明 我们在主的面前 觉知 我们愿意 跟随我们的主耶稣 什么时候得救 我们说 不是受洗的时候 才得救 现在对每一个 受洗的人来说 应该都已经是 得救的人 只是在受洗的时候 见证自己 接受主耶稣做救助 见证自己 已经得救 见证自己 愿意在这个教会里面 能够参与 这个教会一起的侍奉 一起的服侍 我们说 受洗更大的意义 不再使你得救 使你的罪得到洗净 受洗更大的意义 是在于见证 我们愿意 接受主的 这一件事实 也就是表明 我们愿意 跟随我们的主 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 告诉我们 与主一同埋葬 一同复活 从此以后 一举一动 要有新生的样式 这是一个见证 一个宣告 今天我们说 有许多人信了耶稣 他不敢受洗 不肯受洗 为什么呢 他觉得 这是不是参加组织 一个入主参加组织的仪式 我们说 这不是仪式 一个信耶稣的人 我们说 应该 他什么时候 接受耶稣做救主 他就得救了 那么当然 也有的人说 为什么又要受洗 受洗是主的吩咐 是我们和主一同的 经历的完美 既然圣经有这样的吩咐 为什么不受洗 一个人问 为什么受洗 我总是倒过来问 为什么不受洗 今天如果一个人认为 就说我已经相信 耶稣得救了 我就不需要受洗 那他就错了 因为我们说 一个人得生命以后 生命要丰盛 生命丰盛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个原因 那就是要遵行 神的丰富和旨意 受洗既然是神的丰富 为什么不受 不愿意遵守神的旨意的 那说明你的生命 不会长大 即使你真的得了生命了 这个生命是岌岌可为 所以今天不要把受洗 当做是一个 入什么参加组织 入教的仪式 受洗那是我们 合主一同的经历 今天我们在 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什么时候相信 耶稣 其实我们都已经 在这个教会里了 已经生在这个家里了 教会不但是神的家 最后还有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内容 教会是基督的幸福 这个在启示录里面 又告诉我们 新娘也自己预备好了 新父也自己预备好了 穿戴整齐 等候新郎的来到 今天我们既然是 基督的新父 我们不要忘记了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保罗告诉我们的 要向真戒的童女 献给自己 这一个新父 应该是如同真戒的童女 教会必须单单敬拜我们的主 你不能击败主又败马门 你不能三心两意 今天我们必须单单的侍奉主 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 给耶稣所有的荣华富贵 只要耶稣向他拜一下 耶稣告诉他的回答 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什么叫真戒的童女 我们是新父 我们所盼望的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今天一个真戒的童女 他只盼望一个丈夫 如果今天我们招商谋士 既盼望耶稣 又盼望世界 那么我们说 我们就不像一个真戒的童女 第二我们要记得的 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一位荣耀的救主 在以夫所书告诉我们 这一位荣耀的主 需要一位荣耀的幸福 今天我们配不配 成为一个荣耀的幸福 在我们所做的各样事情 我们都是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是不是能够 批带主的荣耀 见证主的荣耀 使我们的主得着荣耀 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 作为新父的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思想 好好的对照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要认识教会 什么是教会 外邦人不认识 不懂这两个字 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不需要用这两个字来解释 但是我们要懂得 我们要知道 今天教会 那就是神所招出来的一群人 我们神把我们招出来 是有他的目的 要能够按时后 叫果子 是有我们的使命的 今天我们是基督的生子 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是我们的头 他也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彼此只是做自己的 我们配搭的好 我们就能够成长 同样下棋 因为大家都拿 他相同的十六个子 为什么有的下棋能够赢 有的下棋老实输呢 我们说关键不是 人家的子比你多 而是人家 这十六个子 配搭的好 联络的好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也下棋 小二下棋不管 走一个马就这个马 一路冲过去 一直冲到什么地方 给人吃掉为止 然后又冲一个鞠 鞠过去 也到给人吃掉为止 你要去吃人的不行 人家这个子都联络住的 你要吃他的马 他这个后面有炮 都保护好 小二下棋 他没有这么考虑的 这么周全 今天好多教会也是这样 为什么老不成长 就像小二下棋一样 每一个人都是 个人英雄主义 往前冲 结果冲到最后 给人吃掉为止 今天我们说 需要只一盘起 大家相互联络的 彼此配搭的 这时候魔鬼要来吞吃 吞吃不到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 需要相互联络 联络在这个身体的理念 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祂是我们的生命 教会也是神的家 教会也是心腹 我想当我们明白了这一些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地位 我们今天应该在神的这个家里面 该怎么来做 我们大家低头 我们走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 拣选了我们这些人 主啊 今天你拣选我们 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按时后 交果子 要我们按时后结果子 主啊 实在求你光照 让我们看看 我们交了果子 没有 我们是一个凶恶的元父 还是成为一个新的 能够按时交果子的元父 主啊 你也让我们看看 我们自己 是不是这生死上的一个子体 还是我们狂妄自大 以为我们自己就是生子 主啊 让你在我们身上 做我们的元首 做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跟所有的弟兄姊妹 能够好好的配搭 相互的联络 主啊 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 让我们彼此相爱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弟兄姊妹 让我们常常彼此顾念 主啊 一个子体受痛苦 所有的子体就一同受痛苦 一个子体的荣耀 让我们都一同为他欢喜快乐 主啊 我们更想到 我们今天有一个美好的盼望 因为我们是基督的幸福 主啊 让我们常常所想到的 让我们的爱 专一的 用在我们的新郎 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 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真戒的童女 也让我们成为一个 荣耀的幸福 听我们的祷告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